来源观察者网 美俄发生战争粉腰蛋 美军近日发布了一本小册子 手把手教如何打败俄军 俄罗斯新一代军事参考封面 图片来自Public Intelligence网站 小册子名为俄罗斯新一代军事参考 美军在2016年12月首次发行该书 9月初在Public Intelligence网站向公众提供 基本信息截图自Public Intelligence网站 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2日介绍 这本小册子68页主要介绍了与俄罗斯展开混合战时美方的策略 其中包含俄罗斯进行非对称战争时所用设备的照片和数据 并详细研究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术 国家利益报道截图 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 该手册由美国陆军的非对称战争小组AWG出版 旨在减轻各种恐怖主义威胁 国家利益报道称 小册子总结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所采用的技术 比如给予摧毁射击的同时与敌军保持距离 并通过使用防空设备和电子战来掩护自己 手册简介称俄军注意到美军转型后 开始了自身的转型过程 作战能力逐年增加 最终在2014年进入克里米亚中展现了新的作战能力 一些小型特种部队参与其中 而美军的关注点就在于此 序言中写道 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斗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作战水平 然而美国的敌人从未停歇 俄罗斯研究了我们军队的转型 并开始了自己的转型 序言还称 只有傻瓜才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经验 聪明人是从他人的错误中学习 小册子目录 小册子称 俄军在乌克兰当地代理部队插入狙击手和侦察部队 采取与当地部队结盟的方式实现政权变革而非取得常规军事胜利 该册子还称 俄罗斯采用美国方式用手动或自动驾驶传感器系统覆盖战场来侦察敌方部队 然后由空军和炮兵进行炸毁 小册子还列举了俄军存在的一些弱点称美军可以利用 比如被招募的士兵缺乏动力 后勤薄弱 空军和炮兵支援将化倾向于数量上而非精度的保证 对俄军军力的研究图表 此外小册子还敦促美军打击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称俄军的最大弱点是防空和电子战设备不足美军能使他们的GPS和无线电塔住 基辅邮报还称虽然俄罗斯拥有优质的设备但如今仅在加利宁 的混合战 小册子包含俄罗斯进行非对称战争时所用设备的照片和数据 小册子内容被披露后 引发俄罗斯的强烈不满 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士林称 这是美国的一种挑衅和宣传活动 士林称 这个在本国境外部署军事基地的国家没有权利异断他国不友好的行为 美国是披着友好意图的最无耻的侵略者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林采为其对此评论称 美军发行的对恶作战手册毫无注意 手册中所列恶军弱点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描述任何国家的军队 这完全是美军的主观产物 美军未曾从实战角度去看待恶方士兵的心理素养 他称 无论是军事技术层面还是精神心理层面 美军都无法同俄军相抗衡 同俄罗斯进行对抗 美军大概疯了吧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则回应称 该手册的观点不代表华盛顿的正式立场 感谢观看